一般人出现胸闷胸痛的时候 都会认为是心脏出了问题 但其实胸闷胸痛不一定是心脏病 最常见引起胸闷胸痛呢 其实有四种原因 那第一个是心脏造成的疾病 那心脏病最常见的胸闷胸痛 是我们俗称的心脚痛 这种心脚痛的发作的状况 是突然会觉得胸口紧绷起来 那这个绷的状况呢 可能会延伸到我的下巴 或者是我的左边的肩膀 还会伴随着这样的呼吸困难 或者是冒冷汗这样的状况 那这种是一个非常紧急的这个疾病 当然要立刻就医 第二种胸闷胸痛的原因 是我们常见的压力焦虑 引起了这个肌肉拉伤在痛 那最常见的原因 可能跟我们的坐姿 姿势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反反复复在做 那这样的引起神经肌肉牵扯这样的一个痛 所以这样的痛可能是一种抽痛 或者是刺痛 第三种的胸闷胸痛 是肠胃道的疾病 也就是我们引起这样的胃食道逆流 那跟我们的饮食习惯 跟我们长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不正常 那这样的一个胃酸它就会溢上来到我的食道 那就会引起胸口灼热感 或我们讲的火烧心的感觉 那甚至有时候呢 病患会觉得说我的痰好像会觉得一直卡在喉咙 造成这样的一个不舒服的情形 那第四种就是肺部的疾病 肺部引起的胸痛呢 就我们讲的这肋膜的这种神经痛 肋膜的痛法大概跟我的呼吸的状况会有关系 当我在用力呼吸 或是在我的这些深部呼吸的时候 就会引起这样的一个痛感 那这种呢 胸部引起的疾病的疼痛 常常也会伴随着咳嗽 痰 这些等等的呼吸道的症状 如果从胸部疼痛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来判断说可能产生的疾病 那如果说在胸部中间疼痛的地方 比较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 如果靠近左胸的地方 当然左胸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位置 那另外一种比较严重的这种胸痛 就是所谓主动脉玻璃 那这种的痛法 所谓在左边 它会引起到疼痛 撕裂到后面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如果是肌肉疼痛 这些压力紧张造成了 那它疼痛的位置就可能不一定 有可能是左边 有可能是右边 胸闷胸痛呢 最致命的状况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心脚痛 第二种状况就是主动脉玻璃 这种疼痛的感是一种撕裂的这样的一个疼痛 当然也会伴随着我的心要加快 然后我会很喘 然后又会很痛 第三种疼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致命的情形 就是肺部引起的气胸 就当肺部有一个破洞 那这样的一个气体换到我们的肺部的时候 就会把肺部压扁 这样当然也会造成很致命的呼吸困难的状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